歡迎回到第二節的《動漫無雙》 我們繼續這個九番回顧 講完IS之後 就講Hentai 什麼Hentai 不是John Bees 告訴你這個標題是對的 這樣也算是殭屍嗎 其實他真的不是殭屍 如果以我一個奇幻設定去設定的話 他是吸血鬼多於殭屍 吸血鬼? 他是像吸血鬼的設定多於殭屍 單純不吸血鬼 他是像LEGO 不是太金屬人 落膏出品 怎樣切開都要用回去 我看見莫名其妙的脖子 好像融合起來 他好像用膠水黏上去 他會剪出來 他也覺得很噁心 老實來說 最重要的一個設定 我沒聽過上司會怕太陽 我只聽過吸血鬼會怕太陽 喪屍在街上走 喪屍是殭屍 殭屍怕怕太陽 這個很難不說 還是喪屍有什麼都可以吃 很奇怪 我都不知道 我對這些奇怪 沒有什麼研究 喪屍是不怕太陽的 這個設定 現在說的 殭屍是西方 殭屍西方都不怕 還是中國 吸血鬼才怕太陽 對 這個我都知道 他真的不是僵屍 怕太陽 初期傳視的研究 初期吸血鬼其實不怕太陽 後來去到地中 我都怕太陽 可以跟地中海的毛刀交 一些傳說結合都知道 西歐傳說結合 才可以有怕太陽這個傳統 這是比較複雜的研究 不要緊 怕太陽可以是病 不是 這個其實 如果提我一點 吸血鬼的傳說 其實是因為 一些夜行性的動物 接著人們認為 一些夜行性的動物 反而轉 就會是怕太陽 其實這些 其實相對的 其實只是 相對來說 奇怪 我打算起了他怕太陽 我打算死神 都打算怕太陽 其實想一想 那個不是死神 那個是死靈 死靈法師 死靈法師 以我認知 死靈法師 是衝用骨頭的 我也是 我也是 我只是想一旁骨 只是一旁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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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好像是 新翻時 新翻時 好像沒有說這套 是不是 我忘記了 忘記了 有 秋三明 也沒有說 一年幾筆 好像有 你說現反 你說配音 每次轉 好像是 很慶幸地 第十一集終於有把聲出 十二都有 有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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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理會 唱歌聽不到把聲 整體上 故事的問題 雖然都會有 少少賣 但如果以整體結構來說 它比IS的好 你怎麼可以跟IS 你怎麼可以跟IS 明顯有劇情在 你再試一下 IS IS也有劇情在 不要玩 我不會適應那些 簡單來說 你看到它是毛離頭 但它亂中有個結構 其實它處理得好 因為它事件會處理 最容易處理的方法就是 一開始就處理了 為何男主角阿布 他死的問題 就是因為這個連續殺人事件 首先解決了這個問題 不是解決 先鋪了這個問題 未解決 你這個解決就是 他不會對自己 即死的問題有迷惑 他開頭是死了 他撿了這件事 我無緣無故死了 你應該反過來 其實解釋給觀眾聽 沒有理會 為什麼我死了 他解決了 還要很快 其實交代得很清楚 這個其實是很明顯的 令到那個男主角 他的故事重心 可以由 為何我死了 這個問題轉移去 他日常 然後可以保護他現在日常 那件事 其實整個故事裏面 這十二集 十一集 其實十一集 好像不算 那集 其實十二集應該要算 但二個應該復活 你可以這樣說 你就知道 阿寶 對他自己 由日常 轉到非日常 而去到非日常 這個殭屍的人心 你可以說 整個故事裏面 一定在帶著這件事 是殭屍候供人身 你不要管 我不管你 繼續 這件事是同一集 由開頭接受 接受 接受之後 有同一個存在的夜之禍 去到最尾 他給一個 答覆 你可以說 他肯定自己的人生 你可以說 整套東西 的物落是清晰的 這裏 《起承轉合》 亦都清楚 交代得算是快 總是你可以說 十二集裏面 他交代不了很多角色 好字就是 握殺得最多的就是 《魔法少女》 《珍萊》的故事 現在反正說 除了《休》之外 其實其他都沒怎麼交代過 其實《休》也沒有怎麼交代過 實際上 《休》也沒有怎麼交代過 你很難說 他不會交代過 死刑法師 但他交代了 他的感情變化 基本上 這套東西 女主角根本就是《休》 其他都是配角 你可以說 他有一個很基本的事件 但不完整 而你說整套東西裏面 最不合理的人物或者組織 就是這個叫做《吸血鬼忍者》的設定 《葉子忍者》 不是 整個《吸血鬼忍者》都是交的 他根本沒有完全解釋過 《忍者村》有什麼鬼力 他根本沒有完全解釋過 他那個勢力是沒有解釋過 即是《魔法學校》 我都叫一個老師 你說《魔法》 你錯了 其實《魔法學校》是買豆腐 《精子的豆腐》 那些東西 當然 因為我相信 握殺了他的《奇情關係》 所以是沒有什麼解釋的 而突然間有個《大先生》出來 其實那裡 我相信他想做一個 就是每一個勢力都有交錯 都有些關係 但我想說是做不到的 是做不到 我如果論這個設定 其實你說 優哥的描寫感情描寫得好 但那個設定 老實說 有三屆東西來的 一個是《法師》是《不法師》 一個是《忍者村》 另一個是《魔法少女》 三人完全不加 那些東西混在一起 你是要解釋的 那些背景 最簡單的比喻是什麼 其實好像三個不同的圓圈 三個不同的圓圈 是應該有一個重疊的 大家可以學MAS的設計 簡單一點 但問題是什麼 他現在做到就是什麼 三個圓圈 其實他每樣東西 只是中間有一個 有一點連著 那一點就叫他upble 但其實三個圓圈 真正實在是要重疊的 其實他是做不到出來的 暫時 簡單一點來說 你拿今季的禁書目錄來說 唉 你不要論他其他東西 他交錯那些的劇情 你會知道是每個角色 和每個角色之間的 勢力之間的關聯 他這件事是做得清晰的 其實是 這件事我想 我們稍後再說 這件事 如果 如果 以這件事 其實 他應該是做回每個角色 和角色之間的 這些事 不過當然他很多東西 就變成了 逛街吃飯飲茶 現在他只是做到 勢力的存在 不是做到關係性的 他寧願做這個 吃飯 逛街飲茶 都不會去解釋一下 那背影 而且 其實老實說 前幾集我看的時候 我覺得不要緊 可能你之後會說 但最後你都不說 我是會覺得 你那個組織都不知道存不存在 你只顧著 魔法少女的名字 有個老師在 其他東西我都不知道 但我覺得會不會局限於 他就是小說部分 這些劇情的部分 沒有關係的 動畫你都要解釋 你還未鋪到那個位置 不關鋪不鋪 老實說了出來 你沒有理由 他的劇情的一些核心的東西 已經出來了 你沒理由不去解釋 而且好像我之前所說 你始終是做了三屆的東西 我覺得你怎樣都要交代一下 你完全沒有了基礎 沒有了概念 你至少不用說 很清楚 你給我一個輪廓 我看看 你有一個輪廓給我 起碼有些東西 我自己可以補到 我大概理解得到 你完全沒有 我不能夠說 你說那個主線決定 你走不下去 結果你也走得下去 但你走得下去之後 我覺得後面那些是沒有實體感 完全是空白的 他設定Mirror做什麼 還有感覺都奇怪 看不到忍者 法師 和魔法少女 其實那個強弱感 較為難令人觸摸了一些 變成大家威威威氣 OK 那些情節 我們都可以接受 你說那裡的強弱感 就真的要加代清楚一點 其實默落就沒有問題 就只是強弱感那裡要知道 因為他們說 忍者村那邊 是想弄阿優 但是 忍者村還有兩派 他們不知道那兩派做什麼 那兩派又不知道為什麼 只是知道 原來咀了就要結婚 這件事最記得 沒錯 沒錯 在忍者村裡唯一一個最 大家了解的設定就是 早了就是要結婚的 進去嘗一下 這件事感覺上很奇怪 有用的 朱骨龍湯 朱骨麵是很有用的 即是 可能只是為了鋪個角色出來 那 你說 即是 其餘那些 實力上 就真的要再 我想 是不是要再第二季才說 實力 其實這件事其實都有 有的 雖然你說 好像 剛才我所說 在人物的刻畫上 他是可以的 但是 在戰略上 我也是 剛才說過的問題 就是 他浪費了些時間 去交代一些 不接近的事情 其實 他開頭落物 落得最多 就應該 花得最多時間 是趕了阿布 殺阿布那個 那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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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 打都打了兩集 好像是 是 記得很厲害 是小雪的第一段 他拖手 記得五、六集 差不多 但後面的一集 他又半集完威了 我覺得很厲害 其實我覺得 有些失望 有一部分 其實他在頭六集 有個大帝帽 那隻狼 即是他有很多 這些角色出來 明明解搜門 對明明解搜門口那個 其實你這些角色 我不知道他出來做什麼 人家那些 人家那些是羅利 為什麼是狗 如果你說那些角色 可以讓你更加立體化 但是你及後去到第七至十一集 那個立體感就開始衰退 那種子立體化 那種真是死的 其實我最足夠的 我還不知道他出來做什麼 他好像有交代過 我出來 有些不知道什麼 然後死了 為什麼死了 他好像出來說 要捉阿布 鬼差捉進去 捉他回去 但你見到 我腦頂在那裡 原來你已經收了他 我家沒有問題 你以後就歸過部門 但他還沒回去報到 講阿布的情況 已經死去 那就是第二批人來捉他 我第一個感覺就是 看到原來 死刑法師那邊 原來是有組織的 後面仍然有組織 有人派出來 那些人會死 我第一個感覺 原來是真的有組織在 那一刻我才會察覺到原來的組織 簡單來說 未必應該是死刑法師背後 應該是所謂的 明界 魔法學校 和英仔村 因為你聽到 其實阿耶 應該說死刑法師 他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就是一個很超然 很超然的個體 江湖No.1 走到哪有人給他面 就是東邪西獨 就是他又不 超然的就不清楚 你自己搞定他 這些事情 但是 在那個時刻裏 你說另一件事就是 講到什麼夜之王 那個身份的名字好像很把炮 但原來那個人是毒癢合理的 對 感覺上也挺奇怪 不過 講實力他又好像厲害過阿邱 看上去 起初看上去好像厲害過阿邱 但邱不動手而已 像阿祖一樣 這樣連殭屍 不要這樣 你容易 為什麼我會 會勝利 去回剛才的問題 為什麼他覺得 他不是一隻殭屍 所以 武化這件事 是吸血鬼的專利 那就是 變蝙蝠 那些東西 所以 所以 我 這隻 他衝動這隻 這隻 而且 薑師很物理性 死人法師其實是掛個名字 其實 你叫他什麼名字都可以 是啊 還有一件事很奇怪 我就想問一下 我沒有很清楚 就想問一下 各位 男主角 就要變魔法少女 才變成500% 1000% 那野之王 就儲得這麼多 其實這個是一個錯的東西 如果你知道 設定原本是什麼 阿邱好像去到600% 然後調斷手 斷腳 野之王是比較厲害 可以高一點 800還是700 但他們打到很盡 喊到那個號碼 我看到 我覺得千萬不要想百姓的問題 這就等於你問 明後一季 那些 隔壁那些 三倍加速 四倍加速 那些問題一樣 是沒有意思的 有朝一天 他講到10000% 都可以的 你不用理他 不是啊 出個百姓 阿邱你 你猜我什麼 我那百姓 我想有400% 是人來的 還有他講 沒有怎樣去升等級 這個感應 始終不是RPG 你始終沒有交代 但阿姜才會升等級 他就死了 對 怎麼升等級 他不是 他那個百姓 是用人體的幾個百姓 計算出去 即是你生前的能力 你生前已經定了 不會再變 不是生前能力 人類極限能力 不是 你極限 即是你生前的肌肉 是多少 不關生前 我都說 人類 人類 你生前是人類 你生前是解除解限 你解除解限 你也有人類肌肉 他是不是人類 你回答我就可以了 很簡單的問題 你是人類 但人類不代表你 有分別的 即是上川普 他生前當10噸力 他現在死了之後 都是10噸力 現在又8%給600噸力 你回答我一個問題 夜之王和阿布蜜都是人 會不會說我是一個斷手斷腳的廢查 但我咬東西的力量是 只差你十幾十幾キロ 不會的 人有個基本基數是多少 現在是一個人 我管你是誰 每個人都是那個範圍 現在是同一個物種 所以為何夜之王可以升 升得這麼厲害 現在就是問題 你們說了這麼久 就是這個問題 夜之王也是人 大家看來是這麼厲害 大家冷靜 大家冷靜 都是一個百分之的問題 很簡單 用同一種物種 是同一種構造 而他的拉力 我簡單說 一條橡筋 和一條長的橡筋 他的拉力的極限 是一樣的 那就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出拳 800%就是 以拉力的極限為起點 是的 起點就是800% 成分就是 如果800% 夜之王會斷 他也會斷 總之每個人用 總之阿布和夜之王 是一個對等的 只不過是 阿布未控制到 譬如他用到800% 他未知道怎樣可以 出到800% 未斷之前 那800%的力度 到達 最後大家都會斷的 其實 最後大家都會斷的 嗯 一種道理 只不過是 控制力量的技巧 這個只是 而令到 可能薑絲可以出到 一萬%的力度 都可以 好像一千 我講而已 最多可以出到 一萬%都可以 就是你控制 那個力度 那個 運用程度 去到哪裏 但這個不重要 其實也很奇怪 他經常說 阿布和薑絲 是全部喪屍 阿夜之王 不死的 怎樣打都不死 總之合得來 但是他完全說不到 一件事就說不到 阿布要抓到幾歲 比如要把人砍到幾十 要怎樣睡 才是組合不回來 那你又奇怪 最後那個關 應該怎樣都不死 是他打阿夜之王 夜之王真的可以睡在那裏 是天王巨星超人的級數 月經的學者這樣 他都可以重新的 你有沒有看過 化造灰都可以 再上來 你有沒有看過 Toy Story那個薯蛋頭 那一顆粗粗粗的 所以他不會死的 你見到 你見到 阿邱最後那一集 其實應該他說的是 叫他消失的 就不是叫他死的 消失和死是兩次 所以 為什麼夜之王要這麼執著 如果他可以化成灰 就可以死 他一早自己化成灰 他就不需要去搞那麼多 應該是那些 I will be black 你用眼睛都會回來的 那些 逼阿邱去做一個這樣的選擇 就是要令到他可以 重生 不是重生 消失 他說他變企鵝 他想死而已 其實是很常有的那些挑戰 一個是長生不老的角色 當長生不老了之後 就覺得原來生命 在這麽長生命 其實是一種痛苦 然後又想死了 然後又想死了 那些 我不懂得玩 很常見的那些 所以整體上就是 整個 整個脈絡裏面 他都叫做 做了一個型出來 但是 只可以這樣說 太多角色和太多勢力 他12集裏面 是不可能有這樣的農力 我自己感覺就留很多細胃 其實我也是這樣說 我覺得頭半集 其實有很多東西都做得不錯 我可能說我自己比較欣賞 那些什麼感情變化 那些什麼 我反而欣賞那個殺人鬼 就是殺阿寶那個人 你對於 我反而欣賞那個 那個是瘋的 他瘋得來是完整 這個人 這個人是瘋得來是完整 整個人裏面 他是瘋得來是完整 他是想這個叫做收割生命 但是他收割生命 因為他怕死 而去到最後 他只剩一條命 那時候 你看到他怕死的性格 是出來了 而令到整個人的角色 性格是完整的 那裡是做得很好 他好像說 我剩下一條命 不要緊 我剩下八條命 七條命 我再繼續來 媽母兄弟的道理 一條命 game over 不能玩 二年 你要令到 他這個角色 才會看到 他對生命 是多麼學求這件事 就是這個角色 就是整個故事 開頭我看到 我看到他很有期待 其實這集 其實他只是 我對這個角色 我沒有特別說 很大的感受 但是我對於 那集應該是第六集 我對於第六集 我覺得表現是很好的 你這樣說 我反而會說 他表達的方面 這部電影 可能我自己的評價 我覺得他結構上的問題不大 因為有些瑣碎偉大 就是後面背景也空 這些是缺點 但是我覺得他做得比較多 就是他有很多場面很深刻 就是說 可能 我最深刻的就是 第六集 阿佑對那個 是否荊子還是誰 荊子 荊子 荊子說 第一次去死那一刻 然後背景是 那波樹立刻枯死 那樣子 那樣子很震撼 當然 我沒有看過原住 那一刻才會知道 原來你是有這樣的能力 他這些位置 給你的衝擊 是可以做到很大的 而這件事 其實可以留意到 阿佑其實不是真的想弄死 因為 如果這樣 第一下子 如果他死的話 其實他就會說 很英偉的 我會無限復活的 但是 他這一下 阿佑其實 他是猶豫了 他應該要說 如果很簡單 就是剛才所說的 你消失吧 或者你俠文賴 就是這樣 四十次 不是 你應該說 量子化吧 你進去看這條選手 不要這樣 量子化真的有少人飄的 這個其實 我一開始看得到鬥爵 就是很奇怪 他這方面 就是很表達到 有一些角色 在戰鬥裏面 就是他原本 他冠戰 他不想做的事 即是不跟某些 打開嘴炮的人 打完嘴炮的人 以然會做同樣的行為 就是 他是會堅持自己的原則 你說去到獎特 其實 當然我有保留 就是阿佑說 要令到夜之王消失 這一下我有保留 不過 他倒閉了 我倒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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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半始終阿佑放不下 就是不想夜之王消失 問題就是 為何阿佑打完夜之王 才打完他一室 就是躺下 然後阿佑又會心臟 又會衝動 其實機賽沒有變過 事情是完全沒有分別的 但是 最終阿佑也是讓夜之王消失了 這個我是覺得真的不合理 始終我怎樣想 我去想方法幫你解釋 我都解釋不到 我寧願其實 你做到夜之王 我不算 你最後覺得 是逆轉洗白 你可以說 但是應該是做夜之王 麻煩到不幸 麻煩到逼到阿佑出來說 我真的要 要怕瘋了 我頂你不順 我頂你不順 老實說 夜之王一直想試探 阿佑底線的極限去到誰 其實這件事之前做過 你不死 如果你是這樣 要是你索性一次性 打了感情法就算了 要是你就說 我用一種方式感化他 說到自己善幾成 你一是就夜之王 哭呼呼呼呼呼呼 你殺了 很周星馳 這就不是太太帥氣了 很難表達的事情 因為你始終是兩種極端 你懶得到他 他令你消失 你殺他旁邊的人殺他 對他消失 周星馳 那時候我看到 大約第八、第九集的時候 夜之王出來的時候 我也有疑問 究竟怎麼收尾 很難收尾 我也想到一個很合理的方法 只有兩種 就是 一是就是剛剛我說的 夜之王 你不可能要他女兒 不是 是要狠狠到 狠狠到 不堪入目 可能真的殺了人 殺了一些重要的角色 我不是殺了葉子忍者嗎 然後阿優有無患復活 對 你吹他不再 死不去 要不就是 阿優有一個決定性的轉變 而令到這個 第二季的劇情 可能阿布要繼續去找阿優回來 因為他殺了之後 而阿優 令到阿優的情感 或者是什麼 受到傷害 而令到 season 2 繼續 不是的話 其實這個話是收不到的 沒有理由突然間 你堅持了 我相信這傢伙肯定是千年人歲 我不相信你一個千年人歲 你堅持了這麼久的事情 一瞬間就可以打破了 他中間做一些 煮意大利粉 那些放炸彈的劇情 其實就 那裡我有少拖 笑一下 而且 那一集是真的拖 因為始終我看不到 邱他心態有什麼分別 我之前跟他走了 然後出了出來之後 然後想牽手 又沒有牽手 又走了 你真的走了 那一集 其實沒事 這件事是沒有發生過的 那一集 沒有變角完全沒有問題 我想問 最後一集 就是上一集 其實打鬥場面 感覺上 我喜歡他們兩隻 我喜歡他 我喜歡他 如果他要那個角色統一 就是他彈的時候 他開始會說 悲劍 又悲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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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角色才能夠統一 那些炎會斷 那不喜歡 但整體上 我期待第二季 其實這個 如果他能夠在角色描寫 他會繼續去做 他開始逐步 其實下次應該會說 春奈 應該是 應該是 其實他最後一集唱歌 不是沒有用的 所以真的有機 那個機是一個伏線 因為後來是有關的劇情 就是魔力的問題 他現在的銷量都不太差 也有機會的 但如果你說 我再說好作品 你們罵最後一集 是有用的 在第二季 不是 我沒有罵過 我沒有特別理他 我沒有罵過 我沒有罵過唱歌 我沒有特別理他 剛才你說十一集 十二集沒有了 十二集 十二集 在劇情裡面是沒有幫助的 不是 有內衣租 劇情主線 有一件事就是那個機 大先生那個機 你現在 你有看完作的就知道 你沒有看完作的差 就知道 沒有看完作就知道 原來帶了一個契鴿 可以說句話 人家人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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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麼簡單 這集裡面顯得 阿優的語言能力 是多麼恐怖 不過不是在這集表演出來 恐怖的事情 是由第六集 那一集表演出來 你說如果我平安成本作品 我自己的評價 其實是比較一般的 只要我也是覺得你少了一個背景 還有前面是做得挺上 後面是比較懶惰的 那些位置 我是很不喜歡他拖那一集 即是沒有必要拖我的 可能太快 其實我想他真的想用夜 因為他想趕夜之王這個位置 但又他夜之王解決方法 又沒什麼水浴力 最重要的幾個位置 是真的做得不太漂亮 後半來說 所以我就 我承認頭六集是優秀的 對 第六集是真的很好看的 特別是第六集我真的很深奮 但是後面就 而且要噴血的位置 做得非常好 要噴血就噴血 不過整季都算是這樣的 可觀性高 因為今季的離差大一點 你不明白 現在就很好 一天就好到高路 不知道他有哪裏 一天就低到劫底 那些 即是離差太大 這裏算是少數比較中的 中右 好啦 今集到這裏 其餘那些都是 下載版 好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下載版 好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下載版 好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下載版 好我們下集再見